Hello各位学员你们好 我是陈建老师 经常会有学员问我们 老师你对某一个公司的新股发售IPO 有什么看法啊 可以买吗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 不妨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去探讨一下 比如各位投资者们 你们好像很少听到股神巴菲特会买IPO 对吗 其实IPO我们知道 这个是Initial Public Offering 首次公开发行 那么最上一次股神巴菲特 IPO扯起来呢 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 美国股市的这个阿里巴巴要上市 很多人就好奇 怎么没有听说过巴菲特 想买阿里巴巴的股票的呢 那么就有人开始讨论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讲法 在网上面传出来了 原来IPO股神巴菲特 对这三个字的理解 好像是It's probably overvalued OK So这么有趣的一个讲法 为什么巴菲特会认为很多的新股发售股价都高呢 其实很简单的 各位同学 我们不妨讲一下 如果你是那个上市公司 即将要上市的公司的创办人 你愿不愿意便宜便宜卖你自己的股份给大众投资者呢 我相信答案当然不愿意了 对不对 所以作为一个新股发售 老板当然希望自己的股价能够高一点点 对不对 因为如果对于早期的股东 创办人来讲IPO的成败会有显著的财富效应的 大家应该就会看过这些标题 比如14年阿里巴巴成功上市的时候 马云就一度成为了世界首富 OK 2018年小米在香港上市的时候 雷军的生虾也一下子大幅度膨胀 他们的这些早期的股东们呢 早期的员工们呢 个个都变成很有钱 这个就是IPO的财富效应了 再来IPO发售价越高 获得的融资就越多 那么公司接下来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就可以发展更多的事业了 这个当然是多多益善的嘛 对不对 所以而且呢 IPO的目的也可以是套现的 一些有Venture Capital帮忙推动的一些IPO计划 或者是上市公司的创办人 没有找到传人想套现的 IPO都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解决方案来的 所以基于知道了这些东西 IPO 传统行业的IPO 很容易就说没有看头 创新行业的IPO 又很多时候出现很贵的价格 那么这个就是股神巴菲特 为什么IPO不感兴趣的原因呢 股神巴菲特自己心自讲的 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投资过IPO了 当然股神巴菲特也不是说从来没有碰过IPO 那么如果对于IPO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考虑 什么时候不宜考虑的话呢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多多分享 就stay tune on我们的陈建老师 投资教育频道 谢谢你们 咱们